譬如說以前拍我做節目的那個叫Henry 其實他的真名叫劉靖 他是中文大學 日本文化的講師 你看他講的那些話,他的化名就是這個 無神論者的巴比塔 一貫主張勇武,一貫主張暴力 接著他跟我做了幾年節目的,他最近竟然說 有個言說,指控我是藍絲 我和警方合作 這個好不好笑?叫人列我的店做藍絲 杯葛我的店,還問要不要裝修 這些是什麼人 你根本都聽過,知道我的立場是怎樣 最近我才因為我說錯話 燒那個被人恐嚇,威嚇我的安全 我告訴你,有這樣的人 而他自己的老婆是警察 我就不知道他是會發抗爭者的資訊給他老婆 還是他老婆發警方的資訊給他呢? 不知道他跟老婆怎樣勇武法呢? 其實那時候他和林匡正 有人就罵我說包庇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兩個是勇武派 但是我一向都有得你言論自由的事情 你自己說 他離開了我這麼久,我沒有說過他半句 竟然說一些這麼惡毒的事情 這個是不是人? 好嗎?多謝大家 很可惡的就是 Henry 和劉靖的人 還要說我是藍絲 然後還想叫人來搞我的店 這些人是不是人? 你告訴我 就是那些人跟我熟過 就是熟過 就是不是很好 而後來就是大家 有意見不對 尤其是那些政見的事情 其實政見不對沒所謂的 我跟政見不對的人一樣來 那這個就是 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半句 我為什麼這次要說他呢? 我就說 因為他竟然在網上留言 就說我是藍絲 說我跟這個民建聯沒有分別 叫人杯葛我的店 問是不是要為我的店裝修 那是不是人來的? 這個人呢 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半句 沒有說過半句 他在天樂里的時候來找我的 我記得 那前後呢 一年後左右 才開始幫我做節目 一起做了四年節目左右 那從來 就是 就是 我不敢對他很好 但是對他也是 就是 相當好 那 還要在那句話裡 就是 他後來 就是 說他不再做前線的事了 那我就想問他幾件事 第一 你 說到自己這麼勇武 林匡政都被捕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被捕你沒有被捕呢? 為什麼你沒有被捕呢? 第二 就是我想問一下 喂 陳雲 鄭松泰 兩個 因為他的政治立場 他在大學的職位都不保 為什麼你的大學職位可以保住呢? 你天天在網台上講這麼勇武的事情 又說上前線 又鼓勵別人去做所有的事情 為什麼你的職位沒有問題呢? 在中文大學文化系 這個 比較文化系 這個日本文化系 你的廣師職位沒有問題 其實你的廣師職位應該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 你是沒有博士出身的 就是 做廣師 已經是非常勉強的事情 這個就是 第三 他還要暗示 我捐了一些工資出去 有些人口想荷包納 首先 就是暗示我孤寒 我從來沒有說我闊老 首先第一 但是 我做什麼支持誰 我就不會跟別人講的 就是這些事情 但是 以個人來講 就是這樣 我認識了他五年 大概請了他吃200餐飯 他沒有請過我吃過一粒糖 Henry那個人 為什麼 那時候 有段時間 他生氣了Mark仔 為什麼生氣了Mark仔 不停在節目裡攻擊Mark仔和于飛 那我後來隔了很多人才問Mark仔 原來這樣的 我過年過節一定送粽 送這個月餅給他的 他拿完之後 問Mark仔拿多些 Mark仔說我要先問蕭先生 那他說不用了 那時候就生氣了Mark仔 在不停單單打打 說Mark仔是小爬蟲 之類的這些 我知道他和老爸關係是非常之惡劣的 其實這些人多數都是心理上有些變態的人 而永遠是咬群的人 他和黃毓民都是極端咬群的人 什麼叫咬群呢 他專門跟自己那邊的人作對 你看他講的那些 十句有九句是罵 這個 黃色光譜這邊的人 反而 建制派他不罵 建制派做了什麼壞事呢 他都扭回來罵 責任就在了泛民那裡 那就是 就是 還有 我也恭喜他 這陣子 他老婆做警察應該賺了很多OT 應該賺了很多錢 多謝大家